我是從2000年開始 其實是人家邀請我參加這個人權協會 我當時就同意了 因為我覺得人權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間人權協會的名字叫做國際人權協會 或者國際人權會社都可以 英文叫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Rights 國際人權協會 我已經做了20多年了 開始就是普通的會員 後來就做了他的理事 他們希望我主要參與的就是中國人權問題 其中包括關注中國人權方面發生的事 以及向世界 全世界讓大家知道在人權方面發生了什麼事 以及用各種方式去改善人權 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傳播這個人權的真相 還有看每一個個案 比如說法電有人被迫害 我們會採取各種行動 可以向全世界的人發表呼籲 或者在這裡組織民眾去和平抗議等等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加強一般的群眾對人權的了解 這個是最主要的 我們開會有很多種會的 這次開一個會特別有意思 是每年一次的 會叫做什麼會呢? 這個是德國的特點 我首先先介紹一下這個人權組織 這個人權組織可以說是德國人權 就是德國人自己建立的人權組織裡面是最大的 這個組織是最大的 它全歐洲或者可以說全世界 有大概三萬個會員 三萬個會員 那麼很多國家都有的 歐洲幾乎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包括以前那些共產黨國家 好像以巴黎 波蘭等等 包括蘇聯 以前的蘇聯 蘇聯一些 中亞那些五個 什麽什麽 斯坦共和國那些 都有我們的分會 但是他們的活動是包括全世界 全世界 哪裏有一個問題 它就在哪裏來 那很有意思的是什麽呢? 其實這個協會呢 它是1972年才建立的 那當時呢 它建立的是為了什麽呢? 是為了 為了去拯救在東德被共產黨迫害的人 那尤其是呢 是東德的這個基督徒 所以這個會很早的時候 他就沒有叫自己做International 他就叫做人權協會 後來因為國際化 所以才叫做國際人權協會 所以他開始的時候 主要是針對這個東德共產黨 有他寫基督徒 所以很多建立這個會的人 包括日本人都是一個基督徒 當他們聽到當時的東德迫害基督徒 就是不給基督徒自由信仰 要他們放棄他們的信仰 還有各種各方面 尤其是小孩子不給學的 基督教育等等 有些不同意 不接受這些迫害的人 就被捕捉了 被捕捉了 去接受監獄的痛苦 以及接受酷刑 都有 其實跟中國現在發生很多事情 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這個是簡短的歷史 後來他們很成功地將很多東德的基督徒救了出來 後來從基督徒就擴展為 所有被共產黨迫害的人 比如說共產黨迫害的 這個文學家 這個律師 各種各種各種 總之是所有那些被共產黨迫害的人 他們都去支持他們 幫他們脫離苦海 後來因為最成功 他們都發現人權是沒有邊界的 他們開始的時候沒有那麼多力量 所以重點放在東德上 後來壯大了之後 就開始亦都去拯救蘇聯被迫害的人 還有其它國家 波蘭、哲克、斯洛夫拉克、阿爾巴尼亞等等 阿羅馬尼亞、澳加尼亞等等 那些東歐國家 一直到冷戰結束之後 後來它又擴展了 最後全世界都被它關心 目前的重點 目前的重點如果用國家來講 主要的重點就是伊朗、古巴、北朝鮮 和中國大陸 因為這幾個國家都是人權破壞非常嚴重的 剛才開了一個會 這個會特別是一年一次 在秋天的時候開的 這個會是什麼呢 這個會有意思是 這個人權組織呢 甚至是可以向德國政府申請資助 資助是什麼呢 原來德國政府有一筆基金 就是在白林牆倒塌之後 這個德國政府有一個憲法規定 今後我們雖然沒有共產黨了 但是我們仍然要繼續清除東德時代 共產主義遺留下來的餘毒 很有意思的 它傳名叫做 《產除東德、獨裁、共產主義遺留》基金 這個基金呢 凡是你做在這方面的工作的組織就可以申請 這個人權協會每年開很多不同的會 但是每年秋天都有一個特別的會 就是清除共產餘毒的會 每年我們呢 當然我們會請一些曾經在東德時代受苦受難的 被共產黨迫害的人 來發現 告訴大家 但是希望那些年輕人不要忘記了所過去的問題 也會請一些德國政府的議會、國會的議員 或者是政府的高官管人權的來發言 就是跟大家講一講 德國政府目前對這個人權的看法、做法 和有什麼行動等等 德國可以說算是在世界上 相對來說是比較重視人權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德國和其它國家的同一個毛病就是什麼呢 當他們在為人權工作的時候 他們總是要考慮到經濟的利益 譬如說也是對中共 譬如你發現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人權問題 通常這個協會都會提出抗議 譬如說由這個西藏 他們很早就開始支持西藏人 西藏要自治嘛 但是共產黨答應別人自治 沒有自治多嘛 所以他們很早50年代的時候已經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協會從70年代開始一直 是很堅定的支持西藏人 要得到共產黨曾經答應過他的自由與民主 自由與自主 對不起 後來法輪功 法輪功他們是第一個 德國的人權組隊裡面 是第一個全力支持 為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是呼籲中國政府停止迫害的 德國政府也是很早的 德國政府我記得在2001年在11月內開的 聯合國人權大會上 德國當時的外交部長叫做Fischer 他第一個可以說是歐洲第一個國家的高官 在公開場合聯合國人權大會上 就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為我知道共產黨 就是很多歐盟的高官跟我談過 就是管人權的 他們說很奇怪的 跟中共每年都有一個所謂人權對話 在人權對話的時候 歐洲、歐盟的那些官員總是會說 你們這樣對待西藏人 對這個維吾爾族的人 對這個民運、民主運動的人士 對法輪功 你們這些迫害是絕對我們不可以接受的等等 他們跟我說 他不是一個 所有參與過的 你都一樣的這樣說 他問我 他說 吳先生 為什麼這麼奇怪 我們批評他們迫害這個西藏人 維吾爾族人 基督徒等等 或者是人權律師 他們當然不高興 但是都不是很 反應不是很猛烈 但是當我們批評他們迫害法輪功的時候 他們就跳起來了 坐都坐不穩 破口大馬 要警告我們 如果再干涉中國的內政 他們就斷絕跟他們的繼續對話 總之就是好像無名火起三千尺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 我們這些人杖人權的 我們已經觀察了很多很多很長時間 最怕法輪功 主要就是因為 法輪功其實是非常非常和平的 怎麼給他們打壓呢 法輪功的那個抗爭永遠是很和平 連共產黨的宣傳都不敢說他們用暴力的 因為從來沒有用過任何暴力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人權的人都很佩服的 因為這些真的是體現了這個精神的力量 共產黨有槍有炮 有監獄 有那些號營的工具等等 但是這個法輪功的學員是有精神的力量 他們是深信他們的信仰 就是要做人要真 要善 要人 所以呢 另外呢 因為他們人很多 還有呢 他們是堅定要做好人 所以呢 我經常都說 我說壞人呢 是受不起好人的 壞人是最不喜歡好人的 所以在壞人面前 你越好 你就越受迫害的 那說回來 這個 我們在中國人權方面 真是很多事情要做 真是做不完那麼多的 所以這個人權組織呢 就是由這個冷戰結束之後呢 就開始鋪開全面在其他國家做人權的事情 說到這裏 我剛才提過 說德國是屬於 你非常重視人權的一個國家 雖然有時因為經濟原因 它就沒有這麼堅定地去堅持人權的政策 但是總體來說它是這樣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我說大家有沒有知道 這個德國的憲法第一條是怎麼寫的 我有時跟西方人已經說 說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呢 我都會跟他們說笑這樣說 但是不是笑話來的 是很嚴肅的 你們看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 是怎麼寫的 然後你再看一看德國的憲法是怎麼寫的 那你就會發現 在中國大陸有非常多的人權破壞 一點都不奇怪了 為什麼呢 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 我忘記了每一個字 大概的意思 第一條 開門見新的說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力量 中國人民要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國族人民要全結一致 維護人民民主專政 這是他們的第一條 講得很清楚 怎麼清楚呢 永遠是共產黨說了才算的 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 沒得談的 第二就是他自己都說完了 他是一個專制 雖然他就美化為人民民主專政 專政就是專政啦 你怎麼人民民主都沒用的了 德國憲法第一條是怎麼寫的 德國憲法第一條是 人的尊嚴是神聖不可侵犯你 所有德國政府的公務員 一定要盡他一切可能 他的力量範圍之外的一切可能 去維護所有人的尊嚴 他們的人權就是尊嚴 還有寫得很明確 不管他們是哪一個國籍的 哪一個膚色的 哪一個年齡的 哪一個性別的人 這是人家的第一條 他這條第一條其實是 痛還是私痛之後寫出來的 這個德國在第二次大戰前 那個憲法沒有這一條 在第二次大戰之後 因為希特拉時代曾經非常殘忍地殘殺了很多猶太人 猶太人 實際非常多猶太人 還有其他的反抗希特拉法西斯政策的人 都是被迫害得很慘的 所以德國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這方面 第二次大戰之後 他自己公開道歉 向所有猶太人道歉 向所有被他侵略過的國家人民道歉 這個是很了不起的 德國的總理 第一把手 他們去過無數次以色列 每一次 七十多年來 每一次都向猶太人道歉 然後去那些被迫害的猶太人的墓碑 和他獻花 其他國家一樣 一到波蘭 波蘭是第一個被德國希特拉侵略的 軍隊的第一個打位就是波蘭 一到波蘭就向德國希特拉侵略 以前德國希特拉政府 對他們的非常殘酷的迫害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過呢 說回我們人權組織 最近這幾十年要面對一個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經濟利益問題 因為德國呢 都是德國很多人 尤其是商界看錢分賞的 所以他們不敢公開去支持一個破壞人權的政府 或者國家 但是他們會偷偷地繼續跟他們做生意 看錢分賞 這是一個人權人士所面對的最大的一個問題 說回來 我們很多觀眾是香港人 我們這個人權協會都是很重視香港的情況 我們自從2019年 我們每年秋天開那個清除共產餘毒大會 請了很多德國政府的政要 高官來講話等等 我們那個疫情裡面 可以說都有香港 都有香港 會有人說給大家聽香港發生的事 中國共產黨 中共 怎麼打拼香港人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馬照跑沒有照跳 結果還沒到二十三年 就全部變得很慘了 沒有了自由 尤其是《國安法》之後 基本上只有那些表面的自由 和不是很重要的自由 因為人的最重要的自由 就正如德國憲法第一條說的 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 人的尊嚴其實是包括它的自由 人應該有集會的自由 有言論的自由 新的自由 新聞的自由 組織的自由 媒體的自由等等 這些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這是聯絡確定的 不是好像共產黨那樣說 說人權是有飯吃 給老百姓有飯吃 就是人權 聯絡確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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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而人權範圍裡面說的 主要是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組織自由 新聞自由等等 這些自由 所以每天我們都會講這方面 讓德國人知道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都會請一些香港 例如德國有一個叫做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Hong Kong in Germany Association 也有其他 有一個叫做光復香港協會 也有光復香港協會 今年我記得 今年我們都有請香港的代表 有一個叫做 香港人叫做黃台洋 Ray Wong 他來發表講話 講給大家聽 這個在中共在香港的 中共的罪行 還有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這個人叫做 因為我們只是採取和平的辦法 我們絕對不去搞這些 連資助都不去搞的 任何暴力的方法我們都是反對的 只是和平的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廣傳真相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平台 請很多人來 利用這個平台向全世界傳播 真相 這個協會的重點真的很遺憾 就是人權迫害兩大地區 是這個協會的重點來的 一個大地區 就是共產黨控制的地區 我剛才說過 中國大陸 北朝鮮 古巴等等 越南以前都是越南 現在比以前好一些 這個是一大地區 就是共產黨統治的地區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很有意思的 就是那些比較激進的 伊斯蘭教的國家 尤其是伊朗 伊朗 那裡的伊朗 那些 除了伊朗 還有巴基斯坦 埃及都有啊 很多很多這些伊斯蘭國家 他們是非常嚴重地迫害當地的基督徒 基督徒 基督徒在巴基斯坦也好 在伊朗也好 如果根本就不讓你公開成為基督徒 絕對不行 就是失去很多自由 如果你堅決地繼續做呢 你就會受到很多迫害 被他們關入監獄啊 被他們毒打啊 用石頭扔死你啊等等 這個是很突然的 所以呢 兩大地區 共產地區和伊斯蘭教地區 不是那些溫和的伊斯蘭教地區都沒有問題 好像約旦啊 摩洛哥啊 那些問題不大啊 土耳其啊 那些都是屬於溫和的伊斯蘭教的國家 但是那些激進的國家是很嚴重的 當然了 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在哈爾的衝突 就是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之中呢 這個哈馬斯是我們人權組織裏面 一直是認為人權破壞非常嚴重 哈馬斯就是一個恐怖分子的組織 恐怖分子組織呢 基本上他們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破壞人權的 他們是什麽的自由都不給人的了 就是完全是用一種非常野蠻 非常流亡和野蠻的手段來迫害人權 來破壞人權 啊 那麼呢 說回來 我們實事求是啊 我們這些這個德國人權組織呢 他有一個宗旨在政黨上保持中立 就是政黨之間 他不會跟任何一個政黨 你左派右派 中立派什麼派他都不跟的 而是完全按照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組織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人對人權的做法 你是破壞人權 破壞聯合國 這個1948年全世界同意的一個人權公約 裡面寫明什麼叫做人權 每一個政府 每一個組織 每一個人都要保護的人權 如果你是破壞的 我們就批評 事實就是 現在因為哈馬斯侵略了以色列 以及用非常殘暴的手段 殺害了無辜平民 所以我在這裡提一提 我們長期 我的同事 不是我是管中國大陸 我的同事是長期關注伊斯蘭的中東 包括以色列 據我所知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人權破壞的問題 如果你將以色列的境內 發生以色列政府進行的人權破壞 和哈馬斯亞 或者是這個真主黨 或者甚至很多伊斯蘭比較激進的政府 真是小毛見大毛 以色列的人權狀況 比其他我剛才提到的國家好很多 這是事實來的 這是鐵一般的事 我聽到最近有人說以色列轟炸了一間醫院 以色列馬上說不是他們轟炸的 是哈馬斯的火箭不炸了這個醫院 對我來說 我是很難相信 以色列是故意要炸這個醫院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因為我對哈馬斯是可以說 絕對採取不信任態度 因為這個組織是恐怖組織 他們比黑幫更黑 所以它可以謊言連片 它是可以好話講盡 壞事做盡的一個組織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不要隨便輕信 他們講的那些話 基本上你想一下 你突然間我們 以色列和它周邊一直都是很和平的 這幾年來 突然間你採取一個全面的軍事行動 發射了五千枚火箭炮、火箭彈 很多人的 那些火箭彈它還不是那些最新式的武器來的 它只是很多 所以以色列防不勝防 怎樣用那些防空導彈射進去都射進去 就是來不及了 因為它同時發射幾千個 這些火箭彈 那這些火箭彈呢 又不是那些最新式的武器 所以很多炸在平民區裡面 這個是肯定的 炸完之後呢 它就海綠空三年侵入以色列 然後堅人就殺 堅人就殺 男女老少全部成為很多很多成為他們的 非常無辜非常殘忍的受害者 這個是前一半的事實來的 你現在所有的伊斯蘭國家 當然他們是一定要反對以色列的了 總之在這個衝突裡面 大家要保持頭腦清醒 誰是壞人 誰是好人 或者是誰是比較好的人 誰是比較壞的 誰是好壞的人 大家都要看清楚 那麼你就比較容易掌握到 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現在講得很長了 Lily 你有沒有其他問題? Lily 是 阿仙 聽到了嗎? 聽到了 聽到了 是 不好意思 是 阿仙講到這個黑馬斯呢 他現在就是引用中共那一套在搗亂 就是他自己炸了或者不炸了這個醫院 他就說是以色列炸的 這個就是中共一貫是用這個手法 真是離間了一些 是啊 搞亂那些 喊捉賊 喊捉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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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就是我以前提過給大家 我這個人是廣交朋友的 我去到哪裡 我都會跟別人交朋友 因為通過廣交朋友呢 一個人才會對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一個民族進行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 還有我這個人 任何人我都一時跟別人 慈悲為懷 我是喜歡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以前在工作上去過很多次 阿拉伯國家 伊斯蘭教育國家 也都去過很多次以色列 所以我完全可以比較 而我認識的人呢 就是社會上各種階層的人 一般的老百姓 工庸階級的 我都認識 高層的 企業界的高管 政界的那些政治家 政要 各方面我都有接觸過 那我可以說 在以色列我遇到的 認識到的很多人 我所能夠得出的結論 是以色列 它的普世價值 是非常接近整個這個文明社會 或者是民主陣營 民主自由陣營的一個普世價值 是重視個人的自由 人的尊嚴 還有重視 這個我們的人權 集會自由 言論自由等等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以色列的人都是好像天使一樣那麼好 但是相對來說 他們以色列在社會上 對於人權的認識 對於普世價值 是非常接近我們全世界的這個民主自由陣營的 而在很多伊斯蘭國家 就不是這樣 他們的普世價值 很多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 他們認為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報仇 報復 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想法的人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還有動不動就認為 如果誰是不好 我們用暴力去消滅它 這個是對的 這種想法是非常普遍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在伊斯蘭國裡面 伊斯蘭國家裡面 大部分的伊斯蘭教的國家裡面 很多人是非常反美 第一 他們反對的就是美國 第二 他們反對的就是歐洲 而他們那種種族主義觀念是非常強的 他們覺得美國是罪魁禍首 要將他們 美國人全部趕盡殺絕 就是好事來的 他們又認為中國人特別好 為什麼呢 不是真的他們對中國人好 而是因為他們在中共那邊得了很多 各種各種各種各的好處 包括我去到一個 比如說去到伊朗 去到這個 甚至以前的伊拉克 或者是這個 巴勒斯坦地區的 或者是敘利亞 或者是黎巴嫩 很多國的 他們看到我 以為我是中國大陸來的 因為你分不出的都是中國人的臉 是吧 通常對我很好 啊 說說中國怎麼厲害 中國現在越來越比美國更強大 有朝一日呢 中國會將美國弄低 他們是傾向於這種這樣的思維 是很突然的 就是很激進 和很充滿一種暴力思想的思維來的 所以對我來說 我當然不是說所有 在伊斯蘭國的人都是這樣 而我的意思是說 在伊斯蘭教統治下的國家 你知道 大家知道好像伊朗那樣 是國教合一的 也不是徵教合一的 就是政府和中級的領導是一樣的 都是那幫人來的 但是徵教合一 很多人怕的 這個是最高程度的一種專制獨裁來的 所有那些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 可以說 還有一些激進的 全部 我和他們談的時候 我都真的沒有骨悚言 就是他們那種 很多很多人 不是那個人 很多很多人 他們的世界觀就是 哎 最壞就是美國人 白種美國人 要將他們剷除 還有猶太人 他們想要消滅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下首位 要消滅他們 這些人 全部將他們殺死都是好事來的 他們用這樣的想法 然後他們說 我中國現在崛起 很強大 我們可以有中國 從中國一起去打倒美國 大佬 我不在這裡 什麼呢? 太恐怕了 這個 他們是從寶寶開始教育的 從很小的時候 出生就開始了 對呀 所以這個非常恐怖 是啊 所以大家要明白呢 為什麼他們現在 你想想 最近這個哈馬斯 向伊勒斯斯利發動進攻的時候 他可以亂槍掃射 打死BB仔 嬰兒 他們看到這些嬰兒的屍體 是滿身片體鱗傷 都是有彈簧的 很多人害怕 斬頭 將人切成幾塊 哎呀 太恐怖 太恐怖 我那個人還沒親自去聽過 但是有朋友跟我講 是中東的朋友跟我講 他說 他去聽過 就是在巴勒斯坦哈馬斯 那些和真主黨他們控制下的地區 那裡有很多那些學校 那些神父去演講 他跟我講 還說在黎巴勒 有很多是巴勒斯坦人的難民營 那難民營 都有那些伊斯蘭教的神父在那裡講道 他說有很多人的 他們坐了那些小孩在那裡 他就告訴他們 說這個世界最不好的人 就是白種美國人 再加上又是基督徒 他說這是全世界最壞的人 只是這一句這樣說 已經令人無骨悚然了 那還說賀蘭經裡面那句話就是這個意思了 對於不信我們伊斯蘭教的那些人 我們要拔起我們的寶劍 在他後面插一劍進去 這個神父就跟大家講 今天的這些壞人就是白種美國人 再加上他們是基督徒 這是最壞的 最壞的 我們跟他是勢不兩立 而將我們趕盡殺絕 所以大家明白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多恐怖行動 是對付美國人的 還有很多是很年輕的人 十幾二十歲就開始做這些 將一些炸彈綁在自己身裏面 走進去美國大使館裡讓它爆炸 如果它能夠成功的話 通常是走不近 但是世界上經常發生很多那些 暴力的恐怖行動 佔了一半都是那些 在激進伊斯蘭教導出來的 或者是洗腦出來的 那些伊斯蘭教徒 是很多人害怕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不是說所有伊斯蘭教徒都是這樣 我都說了 比如說好像土耳其 我去過很多次土耳其 土耳其可以說是最溫和的 就是伊斯蘭教的國家 它基本上比較接近民主陣營的那些普世價值 基本上接近 但是不一樣 仍然在伊斯蘭教是佔了最大的份量 但是它們是屬於溫和派的 所以我去到土耳其 我如果是基督徒 我一點都不需要害怕的 不論我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 我都不用害怕的 土耳其是很講道理的 但是有些伊斯蘭國的人 我去到那裡 真的 如果我是美國人 如果我是白種基督徒 我都會害怕的 是啊是啊 就是這間呢 就是選邊站 就是 那麼確定 所以 是 你 你要